有一天我儿子给我讲 爸有个特别好看的电影 我先想我每天拿出三个小时我陪的 除非他不愿意让我陪 我就跟他人盯人的 我就跟着他 你爸你睡觉去 你别老跟着我了 哎好我睡觉 只要说爸你看我 看了个好电影 这个电影我跟你讲 就是我在美国电影学院学的电影的故事结构 这十四个点 你好好看 你看完这个故事以后 我来帮你分析 你就知道你儿子在美国电影学院 学着两年研究生 学编剧 什么学的什么东西了 我当时儿子爸的爸的爸的 今天一百三百拜佛还没拜完呢 你现在什么 你自己去看啊 吃饭的时候叫爸 儿子 我知道你那学的东西深 哎呦 你可不得了 你现在有本事了 你看这边学佛就忽悠别人呗 其实内心根本就看不上儿子这种 你学这没有什么用啊 你用的功夫 你念念佛多好啊 是吧 而且你这个剧本 你老看这种杀到一帮的东西 以后你造那么大的业 你怎么办呢 全是这种忧虑 对立不满 焦虑 我说 后来我一开始拜佛了 我拜着拜着 我说不对 亲所好利为惧 亲所物谨为惧 当然这个亲指的是父母了 那按照佛法来讲 没有一个众生不是父母啊 今天那个儿子 希望我能够跟他一块看那个电影 我为什么不能随这个缘 我如果把这个缘丢掉 我怎么了解孩子 我怎么掌握他的生活 我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喜怒哀乐 我怎么能够知道他的感情 我如果不了解他 我怎么改变他 我跟他是二法 通则不通 不通则痛啊 我霍昊林学佛的 他是美国学电影的 这是二法 这个二法永远不沟通的话 那我们在一起就是如隔靴搔痒啊 肯定就通不了 完全是两张皮 油和水一样不能相容啊 就和隔着那个靴子挠这个痒痒 就不解决问题 我一想到这儿 我说不能这样 今天这个佛拜的是自私自利 这个佛拜的不清静 我赶快我就跟着儿子在一起 我儿子 爸爸今天不拜佛了 为什么呀 爸今天腿疼 我不能让儿子紧张啊 我说因为爸爸刚才那个 你让爸爸看电影 他那儿子挺懂事 你不愿意看这个情况 人家实际上挺随爸爸的缘 我说不不 腿疼 今天气概疼 拜的太多了 我得歇会儿 而且你这个故事 我挺感兴趣 这电影我没看过 您给我讲讲吧 哦 他就给我讲了 你看这俩钟头啊 这俩钟头他还得停呢 这个电影不是光看完就完了 一百二十分钟啊 他说一般一分钟的电影 一般在他的编剧上就一张纸 one page one minute 一张纸就一分钟 你看这个我根本就不了解 哦 儿子你写了九十张 到了半天一个半小时 这是他们的编剧的格式 同时有十四个点 我说这个故事怎么叫 这个编剧理论 你们这个书名怎么叫 救这只猫啊 save the cat 救这只猫 我说这什么意思 爸 你看 你真的把佛给放下 你真的把拜佛放下 你真的把念经放下 好好跟儿子在一起 享受他的世界 我说儿子这怎么叫 这玩意 这个 Godfather 对吧 教父美国这电影 那是绝对黑社会杀到一望啊 这个人怎么 他怎么那么慈悲呢 说他 他救了一只猫 爸 你不知道吧 他说这个电影啊 每个电影 将当他演反面人物的时候 他不能一味的说这人不好 他说这人十恶不赦 所以呢 在美国的电影当中 他怎么来表达 他有的人性善的那一面呢 哎 他就给他一只猫 你说黑社会老大吧 怀里都揣了一只猫 这什么意思 告诉他有人的那一面 他不完全是一个 这个冷血动物 啊 他有的人性温柔的一面 有他慈悲的一面 他喜欢动物 因为国外人一般认定 喜欢动物 喜欢孩子的人 是善良的 是人的真的 本性 没有说成年人不喜欢孩子 喜欢宠物 这是一种爱心的表现 所以呢 美国说 他那个编剧那本书叫 Save 就救 的Cat 救这只猫 啊 所以说 这给我讲 你看这个镜头一出来 啊 这个教父 他现在在藤椅上坐着 手里拿着枪 大雪鸭烟叼着 他一帮的马仔在他面前 全是那么戴着墨镜 卷了头发 那他怀里放了一只猫 我说 爸 你看出这个味道来没有 哦 我说 你们这叫 这叫编剧啊 把这个情节编进去了 啊 爸 你是多有意思啊 你也会看电影啊 你看到这一点 你就知道 他这个人实际上 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每个人都有两面 呦 每个人都有两面 我说 这不就是三字经上说的 人之初性本善 性将近 习相远 我们老和人说 这本性跟习性有关系吗 这对啊 就是这样啊 他的本性是个好人 后天的这个习性啊 他学坏了 他是因为他开了这个黑公 这个这个这个公司 最后他不得已 他这样做 实际上他本性特善 我儿子 这就是中国传统话 传统话说这个了吗 我说了 我说人之初性本善 你看他爱猫 你这不是就是性本善吗 他有慈悲心 习相远 你看后天的习气 他杀人如麻 杀人不眨眼 哦 他说你们这个都说过呀 我说说过呀 三千年前就说了 儿子 你们这美国三千年后 才写这一段 你们差多了 你们这个 哟 爸 要照你这么说 中国传统话挺伟大的 那三千年前 我们加拿大 美国什么都没有 可不是呢 你们连人都没有 那时候 我们中国那时候 那不得了啊 文化太灿烂了 哟 爸那你觉得 我学这个传统文化 还是很必要的 我说对 儿子 这这这真的 你要学会了这个 你就掌握了人性 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世界 会有这么多麻烦 你正是知道了 世界这个麻烦 才能把世界的麻烦 给治好 说对 你要知道病根在哪里 我说你这 save the cat 就这只猫 充分反映了 人性本善这一面 人都是好人 后天学坏的 实际上没有坏人 哦 爸 那你 照你这么说 我才明白 怎么人是好人 我说对 见性 事上 你看他有好人 有坏人 有善人 有恶人 其实性都是一个 都是佛菩萨 就展开了 爸那行了 这一段 咱们再往下看 又我看一个片子 叫Spider-Man 就是蜘蛛人 这也是美国 也是他们研究的一个 就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业片 要跟我过去 我根本就这么 全力能用 什么一个蜘蛛人 假的呢 科幻嘛 我变来变去的 这个 一点都不真实 你学点弟子规 学点三字经多好 爸爸教教你 你跟他看 我就看那个Spider-Man 这个蜘蛛人 他这边镜子 有条线 在这边 他就是红蜘蛛 到那边 他就变成个黑蜘蛛 他是在黑和红之间 来回转换 我这不是就佛法吗 儿子 爸爸你知道 这票房卖的高 高在哪里呢 就说这个Spider-Man 你不能说他是个好人 你也不能说 他是个坏人 他是在好坏之间 来回转变的 他是变化的 我儿子 这就是佛法 弄得说 一念绝世 一念佛呀 一念明 就是一念魔呀 说你们佛法 有这么说的吗 我说有啊 我说 所以说 心心提防过千 如果这Spider-Man 这个蜘蛛人 他念念都是善良的 念念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都是整恶扬善的 都是打富济贫的 那他就永远是红蜘蛛 对不对 他说是啊 那关键是 他有些时候 他就变成了黑蜘蛛 他为什么变黑蜘蛛 他说外边那人引诱他呀 我对呀 那内有贪嗔之外 有这个杀到银 不就过去了吗 就是欲净逢源吗 他里边这个种子 就起现形了吗 最后他就学坏了 那学佛就是 外边有境界 我能不能把我内里边的 贪嗔之给吸掉 扶住 这就是爸爸老让你念佛的原因 你真能扶住他了 外边境界再怎么变化 你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你就老是红色的蜘蛛 你老是红色的蜘蛛 是不是你就顺利 是不是这些受红蜘蛛 这帮助的人就会喜欢他 那黑蜘蛛就不会给社会造恶 我这里边有佛法 儿子啊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陪儿子看电影 这过程当中 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讲 因为英文不好 我就拿报本电子词典 英汉翻译的 那么他有字幕啊 字幕呢 那些字咱都不懂 要我各去 我就打着哈提吧 是吧 一边打电话 啊对对对 行行行 哎好 哎儿子不错 这点好好真棒 儿子看吧啊 就到头了 或者是儿子行了啊 你自己看 爸爸去念佛 或者儿子以后吃饭的时候 叫爸爸啊 打发他 不能真正的推及及人 什么叫推及及人 儿子喜欢这个电影 你能不能设身出地 跟他站在同一位置上 来看待这个电影 你要能够跟他推及及人 把你自己放在儿子这个位置上 用你的心 把儿子的心换在你的心里边 他怎么喜欢 你怎么喜欢 试着这么做 他什么感受 你什么感受 啊 运同体杯 心无原词吗 你跟儿子 你跟儿子都不能同体 你怎么能理解他的感受呢 你理解不了他的感受 你就是二法 你是二法 你就不通啊 不通 你怎么帮他解决问题呢 你怎么帮他觉悟啊 换句话 你不通 你自己都没觉悟 你自己还是糖尿病病人 你怎么能把对方的糖尿病治好呢 啊 所以我跟儿子看这个电影过程当中 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对我来讲 我是很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个传统意义上来说 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 那这现在就得耐下心来啊 这就是对峙我霍浩林的习气啊 哦 我又是 我觉得学佛好 陪儿子看沙盗银望电影不好 你这不就二法吗 这不就起心中间了吗 万静本贤 哪有什么沙盗银的电影 哪有什么学佛啊 在你心中有了这种分别和执着 把这个事情分成好的和不好的 没别的 你跟他儿子对立 你跟这个人对立 欲静逢缘 啊 这个缘就是儿子 静就是他的电影 你对立 你跟人家对立 你能够弘扬佛法吗 你能续佛慧命吗 你口口声声成天在佛菩萨面前求 我希望我儿子写出符合传统文化的剧本 剧本呢 很重要 一剧之本 那么有了剧本呢 才能有电影 如果儿子不学佛法 成天写的沙盗银望的剧本 这个造业就可就造大了 是吧 这要造大了以后 孩子可要下地狱啊 我这个不管可不行啊 那这个可了不得啊 这个啊 我是学了佛 懂这个道理啊 我老这么跟人家说 人家谁听得进去啊 人家是在信头上的 人家刚刚电影 刚刚学完编剧啊 美国名牌大学毕业 拿到了硕士 人家这是壮志未愁啊 啊 跃跃于试啊 准备开脱一番事业 你成天这外边啊 儿子你这杀到银望吧 一盆凉水 儿子你这是贪身吃慢吧 你再来一盆凉水 儿子你这玩意是造业吧 祖上那点德都让你给糟蹋完了吧 啊 你你你以后下地狱去吧 你儿子 他他他不离家出走就算不错了 啊 所以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对待这个问题 特别是现今这个社会 你想看到一个如理如法的啊 为什么叫五着恶事 三千年前就说了 三千年前哪有现在着恶啊 那现在是 不知道多少倍了 你想找一个非常如理如法 让你看的顺眼的 符合佛菩萨教诲的 那那那是痴心妄想 你必须和光同尘 啊 必须跟他们在一起 才能把他们从这个火坑当中救出来 那么我采取的方法 就这个方法 特别有兴趣 哎 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 哎 我觉得他的世界很美丽 啊 佛法大屋不包 细屋不举 那什么意思 你对佛法有信心吗 大屋不包 再大的法 他也是佛法 佛是门中不舍异法 那编剧不是佛法吗 是佛法 那为什么我看不出佛法 因为你没有佛的眼睛 所以你看不出编剧是佛法 啊 所以我 我就 我就通过跟儿子这个编剧 那是 那跟佛法 一个是西方的 蒙太奇的 伯来品 啊 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 五千年 三千年传下来的 一个是五十六岁老头子 英文不怎么好 一个是六岁就去美国 长了二十多年的一个儿子 啊 中文不怎么好 我们俩在一起就乐融融 啊 他特别喜欢跟爸爸在一起看电影 而且呢 每次他写的电影影评论 他送给我看看 爸 你觉得我这么评论电影 我不行 你这里边没因果规律 对 没因果规律 你该把因果规律 给写进去 我这个电影完全符合因果规律 儿子 做好人 行好事 得好报啊 哎呦 爸 你怎么 你说这因果规律 怎么回事 这我这电影 这个电影怎么就反映了因果规律呢 我就帮他分析啊 你看这个人多善良 这个人多厚道 这个傻弟弟啊 又不会赚钱 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分享 你看那个姐姐 又精又奸 自私自利 你看最后就没人喜欢的 我儿子这电影讲了这个故事 你一定会看 哎呦 我爸爸 你这么一说啊 我觉得我看着电影深了一层 那所以他就变成他的朋友 他每次写影评的时候 他说爸爸 我觉得你是个哲学家 你老能在那哲学的角度上 呃 能够对我的电影 进提出这个 我我我写的这个影评 提出评判 嗯 而且你这个三两句话吧 就觉得特别有高度 我就像一个教授一样 啊 我写的东西 他说哲学家 其实哲学家不是咱们 是吧 那是祖师大德啊 佛菩萨 中国传统文化 看这点东西 没有一法不是佛法 啊 剧本也是佛法 你我们不抱着一种对立的态度 那么 跟孩子相处 我们就深入到他们的世界 我们只有和光同尘 我们才知道光底下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才知道尘当中会有什么麻烦 我们才能把孩子从光和尘当中领出来 啊 否则 我们拒绝这个光 拒绝这个尘 我们不和光同尘 我们确确实实实是没法跟别人沟通 佛法也就 没法 续佛会命 就变成了空 一张白纸 变成了空谈 我们上报四重温 下集三图谷 也就若空了 所以一记一切 一切记忆 我们真正能做到和光同尘 我们就能弘扬佛法 为什么今天佛法摔 摔在就是我们这些学佛的人 念佛人 不能跟社会大众和光同尘 我们抱着一种对立的态度 不满的情绪 跟他们相处 让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学佛人挺怪的 你们这要学佛算了吧 我经常遇到别人这么说我 所以我在这里边就是要讲讲我的亲身的经 我感觉到这个心里 今天我们想要对立的态度